本身我就不認可就是向強權妥協的這種事情 然後就是如果要是他逼我 就是逼我妥協 那我反而認為就是說 我就必須要跟他死磕到底 來 我問你啊 等一下 我問你 嗯 那個 這個號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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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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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國之後馬上來找我吧 什麼事嗎 有什麼事嗎 立國 什麼時候回來 嗯 那我不知道 你簽證是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是吧 對 簽證快 我給你父親快聊聊 簽證快到期了吧 如果我交了運碼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我的推友那些就是我還有就是五千多個粉絲 那五千多個否 就是他們也都不安全 包括還有很多跟我有私聊紀錄的 有個跟我有私聊紀錄的 那就那就更更不安全 這是第一個 這我不可能給他們的原因嘛 然後第二個不可能給他們的原因 就是就是就是我認為我做這件事正確的 就是不可能說有人強迫我 就是說在街上有人就他這個就跟強盜一樣 就非要把我這個號搶過去 那我肯定就是不可能給他們 對啊 但如果是我這麼做了 我在海外都這麼做了 那就讓中共認為就是他們真的就是說可以很囂張 然後他們的觸角還可以伸到海外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不能給他們這個便宜站 你不管是不是你朋友發的 那你本人發的 但首先你要自主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共民 對對對對對 雖然你現在人不是在國家 不是在信領利 但是你高興 對對對 如果是 你我們國家不強大的話 你在外面也不會有這種地位 你別覺得在外面 個人怎麼樣的 背後每個人強大的直升的話 嗯 你講的都要理解 對對對 你千萬千萬再給人家當炮灰了 哎呀我知道啊 這怎麼會給人當炮灰呢 我們國家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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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這塊也也也也也賺管也比較厲害 對對對 我知道 你你你你你另外一個 你我家人不是講我們不相信的什麼 你你你你你你很多很多表現 我家人也不太符合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共民選服 我家我跟我家人是割裂的特別嚴重 因為我爸爸他是那個研究就是 黨史方面的學者 等於說是直接教授習近平理論的 可以說是這樣子的 對 然後這一次就是說被喝茶 我爸是堅決的站在就是國寶的那一方 然後就為國寶提供我的各種 搜集我的各種就是證據 然後還就是說甚至還去檢舉 就是我身邊的一些 他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朋友 他甚至會去猜測或去檢舉 然後就是說我爸爸還會就叫我 他說你一定得承認錯誤 我會去回國自首 我再提醒你一下 你知道吧 你是這樣說轉發那些東西 亂七八糟的 我從來沒有轉發什麼東西 你要為老爸想一想 你讓我多活幾年可知道啊 你在外面的生活條件還是靠你中國人父母養你的 我給你講一下 你不要講話啊 你是中國人維護自己的 我知道 好了嗎 不要做違法事 你父母只是要求你這一點 好吧 自己要求不高 我一直在自我欺騙 就跟他們像演戲一樣 就假裝沒有這個個性 但現在就是等於說是中共這個破壞 把這個進程一下子給推得特別緊 就讓我得就迅速地接受這件事情 就可能我這輩子跟我爸爸再也沒有辦法和好 我可能這一輩子永遠得虧欠我的一些親人 就是包括你說我外公可能這輩子我再見不到他了 奶奶可能這輩子再見不到他了 他們就想叫我回去自首 他們就罵我是賣國賊 因為之前我還是有想過就是說能不能改變他 我還有告訴他們跟我說這些事情 但他們當時的態度就他們以為我是鬧著玩的 他們不相信我是真的會去敢做這些事情 非常感謝人到中國周公所先生的邀請 也很榮幸今天能夠認識各位 為中國的民主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前輩們 我爸也是跟我輕描淡寫說 你做錯了事你就應該回國自首 你就應該回國承認錯誤 但問題是我如果現在回國 我面對的可能就是高牆就是監獄 可能就是不知道是判多少年的徒刑 就因為我可能發表了幾句言論說 勿辱習近平 這才是中共最恐怖的地方